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议送中的法力 所以有一群人已经占领了立法会 那么这个情势在我们现在播出的时候 还在继续发展中 我们稍后来看一下七一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再来是在上过去的周末 G20在日本的大阪举行 那么除了G20本身会议之后 还有很多后面延伸的两大事情 其中一个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那么有了一些成果 有一些发展性的东西 再来就是川普到了南韩去访问 那么在南韩去访问的过程当中 又发生了一个插曲 那么插曲的本身演变成了事件的主轴 就是川普在非军事区板门店跟金正恩见面 同时也跨过非军事区界线 进到了朝鲜 这也是相当历史性的一刻 那么但是这整个做法 当然有相当有益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在G20这个会议上 发生的事情是之后 美中贸易经济的关系 现在一边现在看起来战时是北京没有输 但是也没有赢 目前喘口气 但是到最后结果 可能北京还是会输家 我们来看一下美方对于这个事情的怎么样看法 那么再来是美国今天国会 基本上对于川普在G20美中会议上 有点对华为有点放行的行为 放生这个做法 但是引起美国国会本身的强烈反应 那么在主要以佛罗里达州参议员Rubio 他已经表明态度了 假定如果川普要对川普 决定要对华为采取一些放生的这种措施的话 那么国会绝对会用立法的方式来扳回川普的做法 再来是川普跟金正恩在很意外的在非军事区板门店里头见面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结果 那么前前后后看起来是川普自己一手编导的事情 而且金山胖是卖力配合演出 然后文在寅在旁边敲边鼓 那么中方到底在里头角色是什么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呢是有关于这个七一的事情 那么我们知道从今年这个六月开始 六月初六月九号十二号十六号一连串下来 这个香港市民对于有关于这个 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所提出的这个逃犯条例 那么现在我们叫它说是反送中 反送中条例 有相当大的不满 而且不满的程度走上街头 一波比一波这个来的人数又多 声势又来又浩大 那么这个事情呢 整个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因为香港本身的地位 再加上这么多人 加连两百万人出来上街这种示威 这种抗议 要求这个主要是要求林郑月娥 第一个要下台 第二个要撤回这个所谓逃犯条例的这个送审 这是到目前为止两大没有变的束手 所以从这个六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七一 七月一号是每一年 这个从这个九千年回归以后 这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 每一年港人都要上台 都要上街去表达 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抗议 对中共的抗议当然讲了 就是对于对于一国两制的不满 对于这个中国各种 其他各种 有关于侵犯到香港自己本身 一国两制所答应到的一些基本法的东西 那不满的事情 所以每年七月都是一个上街抗议的一个日子 但是呢这个人数呢高人数有高有低 像前年在前前前过去这一两年呢 人数都没有这么高 也许大家这个是要香港市民对于这个市政 对于这个港府的施政呢 并没有特别特别的不满意 但是也有很大的这个抗争 包括像这个要让这个前一任的这个特首 梁振英下台都有很大的这个抗议 但是呢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抗议呢 这个七月一号的抗议 基本上都是很大的在意义 在象征意义的抗议 但不像今年这一次像这个七一的这个抗议 这个因为这个七一的抗议 已经结合了对前面的这个反送中的不满 最后是对于一国两制的这种批评跟不满 所以这一次的七一抗议 这个情况呢比以前更为严重 而且更为激烈 那么演发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片段呢 都是比较稍早的啊 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呢 是这些今天这个这个一批 香港的特别主要是年轻的年 主要是年轻的学生啊 今天这一批香港的闲情学生到晚上 就是香港时间大概晚上十点的时候 已经冲进了立法会 占领了整个立法台 这个照片呢让我们大家想到 当年这个这个台湾的台湾的太阳花学生的运动 为了要阻挡当时的这个这个获福条例要通过 所以这个冲进立法院要求这个这个整个议事停止 站住这个立法台 不让这个不让这个当时的这个条例能够通过 所以现在也看起来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在里头啊 冲进立法冲进这个立法院 所以昨天晚上开始实际上一直在这个当天 7月1号当天呢就已经包围的立法院了 那么香港的警方呢也派出各种不同的这个镇报警察 在旁边用各种巨码也好铁栏也好 都要包围跟保护这个立法院立法会 但是呢香港的这些这些这个市民啊 不断的冲不断的冲 那么到了这个下午傍晚 差不多10点到10点10分左右终于就冲进去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简短的一些画面啊 导播刚刚帮我找出来放一些画面 所做出来的这个看出来这些戴着黄帽子 戴着口罩穿黑衣服的这些都进到立法会里头去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显然可以想着明天的立法会将会暂时停止啊 其实什么时候要看这个学生是不是 据刚刚的报道说学生已经在里头有一些开始这个 捣毁啊这个意识的意识台的这个器具来讲 所以势必会造成这个立法 这个整个立法会议事的不能够继续进行 因为这个7月份还有一些事情要 这个立法会事情要解决 那么现在开始呢 从7月1号早上开始 照现在地方的媒体报道 这早上7点钟开始就已经有人在各个地方呢 开始这个聚集准备要示威了 包括有学生已经在这个立法会 还有在这个这个这个金钟广场 还有这些地方都已经开始聚集了 那么照理讲7月1号是要升旗的 要升中国的国旗 要升香港的这个特区旗等等 但是呢 这个这件事情的这个升旗的仪式呢 因为这个不断的包围啊 不断的这个市民不断的聚集 基本上升旗仪式已经取消了啊 改在这个香港的这个这个会议大厅里头举行 所以这个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让步了 对于这个事情来讲 对于每年应该要做而没办法做的事情 那么随着早上差不多4点钟开始聚集的情况下 各地的人都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这个香港都非常热 都30度的温度 那这个照现在看起来大概分成有三个不同的这个群啊 一个是在这个一个是在这种出来示威 有民政举行 民政还有民间人士所举行的这个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条理 加上这个是一个主群在这个市民啊 在这个街道上示威 那另外一群呢是在这个包围立法会 在立法会前面在这边示威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是包围这个香港这个香港这个总部啊 香港这个政府总部 所以三几个不同的势力 这个不同的抗争力量不同的在进行啊 所以在昨天来讲呢 现在到底到底有多少人数上街啊 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实的一个统计出来 但是呢可以看到香港的警察已经被这个已经是非常疲乏 他们已经缤分三处或者是四处来这个维持这个秩序啊 那么老百姓现在目前为止 现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总的诉求 大概现在只有两个就是撤销这个恶法 就是要把这个反送中 把这个逃犯条理要把它撤掉 不能够留在里头啊 那么林郑月娥或港府的态度只是说暂时这个搁置啊 并没有说这个事情就撤销来 但是现在大家担心啊 如果你只是搁置的话 有可能偷跑 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你立法会又偷跑这个案件 所以呢这个 有这种担心要求你整个撤掉 这个是今天这个 今天7月1号上午啊 这个特区政府成立22周年的一个纪念的纪念的这个仪式 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应该在这个外面举行啊 升国旗等等 然后里面当然还有这些茶会 酒会 但是现在都被迫在这个室内举行 那么另外一个除了要这个撤回这个反送中条例之外呢 下另外一个就是要林郑月娥下台 那么这个诉求呢一直没有改变啊 啊 那么林郑月娥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林郑月娥的照片 他跟这个这个董建华旁边那个是上一届的特首梁振英 我们看得出来这个这是林郑月娥在消失12天以后啊 第一次的公开露面 那么这12天他到哪里去了并不知道 那么他在这个这个这一次这个致辞七一里都致辞了之后呢 重新再提到说这个会以后这个施政啊会倾听民意 会主要的了解老百姓的想什么 那么过去他并没有仔细倾听民意 然后在做决策的时候呢 没有照顾到民意的看法等等 他说了这么多东西呢 但是并没有表示他要下台 所以呢在这个他讲完话之后 就是今天等于说在7月1号 他这个支持完之后呢 这个民政这边这个民政这边 这个所谓香港这边民间的这些团体呢 就决定要继续抗争 而且要提高抗争 因为大家本来还有一些期待的啊 认为说林郑月娥可能在七一这一天呢 要这个这个这次当然是很特别的一天呢 他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为香港这么几乎一个月来的动荡不安 要负责承担起这个是这个政治责任 要辞职下台 他也许会做这个宣布 但是他并没有做这个宣布 所以这个到了这个讲完话之后呢 这个他们民政里头就开会 所以这个事情就急剧的继续升高 那么这个学生这方面呢 在原来包围这个立法会这个地方呢 也因为这个林郑月娥并没有下台 并没有对于这个本来的这个几个诉求 做出任何的这个反应 所以这个等于说就是等于加剧了 这个双方的对次这个理由跟立场 所以到这个到了这个到了傍晚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学生 以学生为主的这些这些抗议的人潮呢 包围这个立法会继续冲 终于在这边冲进立法会了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大的这个和后果了 那看哪边要出来负这个责任 这个如果说是 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今天其实下午都陆陆续续在攻击立法会的时候 都已经具有这种玻璃 他们用铁笼车啊 不断地冲撞这个这个立法会的入口的这个玻璃 后来终于是被他们冲破了冲进去了 那么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在某一个程度上呢 香港这边警方呢 也维持了一定的克制啊 并没有是采取这种更强烈的手段 事实上已经在上午的时候呢 已经以这个警方用很强烈的手段了 包括用这个胡椒水 还有烟雾弹去这个去吹 去就去镇压这些抗议的民众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就是那个 其实有些抗议的民众立刻 因为眼睛被胡椒水喷到了 所以这些周围的这个急救人员 立刻来帮他帮他急救 所以这个整个场面是非常非常这个 非常严峻跟非常紧张的啊 那么现在就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如果真正的没有真正的这个 唯一解决的办法 可能只有林郑月娥必须下台了 可能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平息 这个老百姓的怒气啊 但是现在如果林郑月娥要下台的话 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接班的人 跟整个部署就应该现在要开始进行了 否则的话呢 这个事情会拖得非常长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要进行重新改选 那么这个改选就是一个 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涉及到原来的这个香港百姓 香港市民要求的这个普选 而不要要真普选而不是要假普选的 这样子的诉求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对视跟下一波的这种 这种抗争呢又摆在前面了 所以现在如果说要林郑月娥下台 那么后面的这种一些配套措施 必须现在就要开始去设计了 否则的话呢 如果按照这个按照这个这个 这个现在这种做法的话呢 这个整个抗争会继续持续下去 而没有任何一个结果 那么香港很多事情 包括香港议事 这个等于推动香港整个这个建设也好 经济建设也好 文教建设也好 这些立法议事都没有办法推进 那么这个事情港府要负责 然后港这个中共的这个港澳办也要负责 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在国际上 就是非常非常难堪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这个老百姓 已经冲到这个立法会了 在香港来讲 表达他们最大最大的愤怒了 因为立法会就是立法机构 它的责任是来表达 或者是反应 或者是监督政府的这些作为 而这个立法会居然会被老百姓攻下来 已经表示对表现表示说 对现在这样子的立法机构 跟以后的立法成员都已经不相信了 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了 那么老百姓没有别的发 没有别的管道了 因为照这个原来跟政府去谈 不断的抗议等等这些事情 都没有办法成功 都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到了最后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必须占领议会 占领议会来停止这个议会的进行 因为你只有停止议事的进行 才不会把这个条例通过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是一个老百姓 做这个抗议 就是没有到革命的程度 之前所能做出最大的抗议的行为 也就是说你这个法不能通过 我因为没有办法阻止你要通过这个法 我只有被迫进来把这个立法会占领 让你们没有办法开会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老百姓的诉求 所以现在林郑这个香港政府 还有民主林医院必须要回应这个强大强大的民意 再不能这个再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或者是面子的问题 当然背后一套整个下台之后的这个配套措施 也是现在要开始仔细的赶快去淋溢了 否则下一波的这个抗议 下一波的抗争还在今年还会有结束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美中之间的问题 那么这个G20我们知道这个终于在日本大阪结束了 那么我们现在不谈这个G20自己本身所达成的这一些 这个这个主要的公报跟协议 似乎这一点大家也都忘掉了 那么G20事实上有一个公报出来 等于说各方面每个国家 与会的国家都同意要做什么事情 事实上大家基本上忘记这个事情了 当然其中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美国还是没有参加这个G20想要强调的 所谓这个气候变迁这个事情 气候变迁的这个这个重要性 这个采取相当的措施 所以G20这一点事情我们撇开不谈 那么现在大家这个焦点就足集中在 在G20的时候 这个美中之间双方会见面的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些很多这些 这个我想在过去几天 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终于见面了 我们现在看一段这个双方开场的这个情况 是什么东西 双方到底会说些什么 我在这边讲之前就是说 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是美联系的一个录像 那么习近平已经先在会场里头等这个川普了 然后双方握手 我们看到这些一些照片给大家 那么下面的下面过来呢 就是基本上大家过来讲话了 这个开场白讲话的这个情况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这个川普讲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习近平说了什么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会开起来当然不容易 川普这边一定很紧张 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来开会 后来习近平决定说我来开会了 那么中间有放出来一些话 说是 好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川普 我们看到这也很特别 他把他女儿Ivanca带过来 那么 我们过去关系不错 我们希望能做一些事情 在贸易方面 这事情做起来不太难 但我们已经谈得很近了 结果有些事情发生一些问题 让他溜走了 如果我们能够有公平的贸易的话 这样会是一个历史性的 谢谢大家这个代表 人员这么工作这么努力 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有收获的会议 对我们国家都很好 对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谢谢你能够组织这个会议 那么现在等我们看一下这个习近平主席说什么 和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没有变 那就是中美何则两立 斗则俱伤 他基本上是看稿说的 合作比摩擦好 对话比对抗好 近来呢 我同特朗普总统先生 通过电话书信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今天我愿意从总统先生就事关 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消还意见 也是为下一阶段 两国关系发展 定向把握 推进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那他基本讲是说是一个定向把握 所以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中方所派美方所派出来的一些人员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现在大家看了这个 我看了一个标题 标题就是说 川普最后 当然他在这个川普自己在忌讳上 记者会 后来的记者会 在南韩的记者会上 他说了 是美国赢了 这个吹沃 这是川普的说法 说美国是赢了 那么在这个事情 美国为什么是赢呢 这个从川普讲话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川普说为什么说他赢了 那么现在这个会议最后的出来结果 我想过去几天大家也大概知道一下 但是还是有一些非常模糊的事情 比如对华为这个事情 那么川普现在所说的事情 他容许在这个 后来他这个说出来话 在记者会上也说出来话 他容许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公司包括像这个 Microcon 还有一些大的这些公司 高通这些公司 可以卖一些零组件 给华为 那么这个零组件 卖给华为 让华为可以继续这样生产这些东西 因为讲实在话 华为 美国这边其实这么多大厂 所生出来的这些零组件 他不卖给华为 或不卖给中国 他要卖给谁 事实上他有四分之三的 这个生出来的产量 都是供应给中国的 那么中国再把这些东西 重新组装之后才卖到全世界去 那如果华为 如果美国这些厂商 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 都卖给中国的话 那么其他世界上 能够买这些零组件的东西 的国家 还真的不多 所以变成说 他们自己要卖的东西的话 就卖不出去了 所以这个等于说 中美之间 现在是产生一个 互相共虚的一个情况下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美国现在就是说 放出来这个话 就是说让华为 能够有一条生路 这有点让我们想起来 这个最早在中兴的时候 中兴也是被 美国抓住小便子 因为他违反了 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禁运 等等这些法则 所以要罚了中兴 那么让中兴所有撤出美国市场 后来最后在这个 也是在这个 习近平这个说情之下 让这个 这个中兴能够复活 然后交了重大的罚款 那么现在看起来 华为基本上 大概也得走了类似 类似的这个路 那么就是让这个华为 那现在大家就觉得说 华为已经活过来了 的确没有错 在今天这个事情宣布之后 这个相关的这些股票 华为跟相关这些 包括苹果在内 还有高通在内 还有这个美光在内 都股票都 变成了 都涨起来了 所以这个看起来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这个华为来讲 是一件这个死里求生的事情 这是暂时目前的看法 所以大家就开始 就开始就是模糊了 说这个美方这种 口口声声的说要制裁华为 让华为也影响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放声 难道川普讲的话 都完全又不作数了吗 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 我们等一下来讲 这个后面 所大家所产生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美中这一次 这个习近平见面的 这个情况下 这个基本上 华为放松了 第一 第二 这个 但是在这个里头呢 美方所对中方的要求 很多要求 都没有在这次会里头提出来 这个要求包括 对于制裁权的这种保护 对于这种强迫停止 强迫这个科技转让的东西 然后要求中国 停止政府津贴 给特种这种高新产业 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都没有在这一次 会议结束之后的 这种双方的这种声明中 体现出来 所以整体看起来 整个会这个最后结果 只是只有一件事情 第一 就是双方会继续进行谈判 第二 这个让华为能够 能够有一条生路 那么美方所做的其他东西 可能都没有提到 但是这个没有提到 并不表示这些事情 并不重要 所以没有提到这些事情 只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美方过去所监视的立场 都依然没有变 都依然存在 这个没有变的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几件事情 智慧财 还有这个技术转让 这些事情 这些都没有改变 所以这一点 小实在话 在北京方面 就不应该把这个事情 认为说是赢了 因为在北方 北京现在的描述 是说已经停了 而且没有再对于这个关税 所谓本来要2,250亿的关税 继续追加下去 所以在北京这方面的描述来讲 是说川普停止了 停止了 而且或者是说 无限期的这个延迟 这个延迟对于这个25% 这个3200万的 3200亿的这个关税的 这个加上去 所以从北方角度来 这个中方角度来讲 认为说是大部分都是赢了 但事实上整个看法并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这个日本的说法 日本这个共同社 那日本的共同社是什么 是美方战不发动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是战不发动 是表示说 这个第四轮的关税 美方还是要发动 只是现在战不发动 那战不发动 跟发动之间取决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看往下谈 这个中方会不会在美方所要求的地方 继续让步 那么在整个这个美中 这次谈判情况下来的东西 情况下来的结果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这几点 美方再没有进一步的要求 那么川普 当然这个结束之后呢 就很多人在问川普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话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 对这个华为到底有这样的放松 你这样放松代表什么意义等等 那么后来这个美国的商务部呢 就另外也出了一个声明说 他们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这个所谓放松给华为这些东西 是要有一些特别的permit 这个permit就是说 另外有一些占行的许可 所以这个商务部 美国的商务部呢 还会另外再出一个 出一个名单 一个册子 是什么东西可以放行 什么东西不可以放行 那么显然这个东西 还是跟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安全等等 这些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是对华为放行 但不是全面的放行 而是有限度 有条件的放行 所以这个对华为来讲 当然不可能是件好事情 是全体来讲 它还是依然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 所以这个在这边来讲 是必须要厘清的一件事情 那么另外 美方也要求中方要大量购买 美国的美国货 但是这一次 在这一次的声明头 除了说了这个话之外呢 并没有具体的东西 说到底要买多少钱 那么这个东西 也是原来这个 原来这个谈判终止的原因之一 中方认为美方要求 中国要买的东西 实在太多太贵了 所以中方不愿意达到 不愿意承认美方的数字 数字跟要求 所以现在整个会议 开下来的情况 只有一个 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美没有赢 这个北京绝对没有赢 但也没有输 但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 实际上的情况是 这个华为还是在这边 等美国最后的 给他临门一脚 因为到现在整个看起来像 美国并没有 并没有任何改变的这个情况 就是美国现在 这个所有的大厂 这个大厂 我们看这个 像南华早报的这个说法 就是China hasn't won 没有赢 但是他也没有 lose 也没有输 但是这个trade talk继续 然后这个下一次 跟美方的这个谈判的 继续新的一个阶段 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个情况呢 因为在昨天这几天 美方自己厂家对他们的看法 基本上他们认为说 这个大事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也就是说美方会从中国 逐渐的逐渐的撤出 就是美方的这些厂商 都会逐渐撤出出来 包括跟华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趋势 大概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所以陆陆续续都会往外走 都会离开中国的制造 就是供应链方面都应该制造 那么这一次给华为这样子的放声 其实上有两个主要的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让双方到目前为止 中美两国的股市都不要崩盘 就是我们因为会继续谈 而且我给华为一点放声 所以让股市 中方的股市 美方的股市都会在这种情况下 获得一些些 或是一些喘息的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美方的股市 今天上午看大概就涨了200到300多点 那么相对的中方的股市也在涨 那么所以这样子的说法 只要放行一些 对华为放行一些 没有办法影响 还不会影响到 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些零组件 而不是一刀子切断 所有的零组件都不卖给华为 在这种情况下稍稍放行 所以两边的股市都能够活络下去 那么这个活下去就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么持续这段时间是干嘛呢 让其他让美国的厂商 你不是说你现在就得了便宜卖得乖 你要了解你要知安思维 我们现在对于华为的放声 就表示还有下一波的事情会继续出现 那么大家要利用这一段时间 赶快重新部署 从上市公司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跟你的股东 跟你的董事会 跟你的研发机构 你都必须要讲清楚 我们现在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要赶快撤了 所以给大家基本上是有一个这段时间 如果这段时间过了 然后大家相同的这个准备也做出来了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在下一阵谈判中间 立场就会更硬了 那么中方事实上也要做准备 中方也不能觉得说 这一次美方已经暂停了这个事情 好像事情就没有结果了 就不会有再担心了 所以中方自己在这边 这边说法是什么呢 中美这个重定磋商 几篇文章浮出三大信号 他用了这个是环球时报 还有中央广播店的这个说法 说什么呢 重启美国这个要 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大一点 比如说那里面的话 他说这个环球时报的社民说 中美这个重启贸易磋商 我们更要有平常心 这个已经用平常心这个说法来讲 真的是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这种做法显然是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 是连环招出来了 你不可能再用平常心来对付这个事情了 然后用平等和这个相互尊重推进美中经贸磋商 这个话还是原地踏步没有改变 事实上美方事实上所做的调整 以川普这种这种这种斗性这种谋略性来讲的话 他怎么会就就轻易的就让华为放行 而在这一次会议里头该谈的该讲的该强盗都没有提 这表示他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对于这个三千两百亿要加的的二百分之二十五关税 他只是且战且走观察一下 他并没有说他不要再加了 所以中方必须觉得这个事情好像都已经屡过天晴的感觉了 他说言则必行行则将至 讲的这些的话都是空荡的事情 美方都不会去搞这些空空荡荡的说法 然后这些重启经贸商户台 这个新华社的国评 国际时评说要游须诚意和行动 美方怎么可能会没有诚意呢 美方怎么会没有行动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讲的都一些空话 是用自己来自己下自己来 把自己来巩固自己的这个说法了 所以这些东西情况下来讲的话 事实上只能说只能说 美中方还继续要求这种角度 才能够跟美国重启这个谈判的话 那美方也就将在这边 如果将在这边下一步结果 就是川普认为说将来一阵子够了 而且你美中方没有任何讯息 要改变这个做法的话 那么他只有把这个3225亿的这样子 这样子这个关税开始加 从10%开始加起再加到25% 所以你看这篇文章里头说什么呢 这个态度 这种分析这个文章 这个所谓分商的文章很有意思 这个中方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句话 它是信号一 这个磋商的基础是平等和互惠 然后他把这几篇文章说什么 就是把自己人写的文章上面说什么 从描述来看 我们看他这个第三段说 排名前三的用词分别是相互尊重 出现20次 合作出现13次 平等出现11次 呼吁了磋商20 这个意思出现的分贝高频率是33次 说明双方如何看重重启22次 应该重启的正确态度 没有一个国家在这种重大的谈判中 在这种用词出现多少次 这种空荡的东西 来做这个实际上的这种评述 所以看得出来 这已经是这个 已经没有办法了 才会去搞出这些 前驴技穷的这种情况下 才会搞出这种用 这个字数出现多少次 来说明双方之间的关系的进展 或者双方将要谈判的这种态度 这都是一件很令人不可思议的想法 所以说一用这样子的心态 中方用这样子的心态 来跟美方来谈的话 是注定要吃亏的 因为美方讲的真的是实事求是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们是注意 有关于中美双方的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反正就是已经要 已经让美方中方继续往下谈 那么什么时候谈 怎么谈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任何一个正式的一个说法 我们现在秘密来看下一步 这个美方中方到底怎么样的启动 还是谁来启动这个事情 所以他下面讲的这些说法 都是一些空空荡荡的事情 用平常心 比如说用平常心是我们应对挑战的心态 那中国一天到晚强调用平常心 那老美难道不是用平常心吗 那谁是用不平常的心理呢 所以在这种字面上 这种字面上来做这种演绎 做这种发挥 都是大而无当都是非常空虚的 对实质上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进展 反而让外界来解读中国 到底心里想什么的时候 觉得中国一点诚意都没有 一点自己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 还是拿这个东西是对国内的喊话 是用来内销的 而不是真正来对于解决问题的做法 那除此而外呢当然这个川普本身对这个 这个接二对于这个华为的这个放声 就马上就引起美国自己国内的这个警觉了 美国的警觉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我这边还有一两篇文字 川普后来为什么说这个中国 这个美国是赢的 而美国赢在哪里呢 我看这边有一段一两段文字好不好 他这个这边有讲了 他说这个主要是这个语言 这个人民币的贬值 他主要讲人民币的贬值 他说 他说什么呢 在月边在我们在右边那边 他说 他说中国一直在devalue它的currency 我们看这个右边 右边的第二段 他说中国一直在这个不断的贬值 这个贬值干嘛 in order to pay for the tariff 就是说我们这边在这边给他加的这个关税 那中方怎么解决办法来化解呢 他就不断的贬值来化解 他说这个人民币已经贬值了 贬值 去年还在贬值 然后帮助了中国 帮助了中国 所在冲销川普的这个关税 所带来的一些冲击 但是中方一直说 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做这个所谓人民币贬值 这完全是市场操作的行为 跟我们政府并没有任何主动的 这种介入有关 但川普不是这么认为 川普一直认为说 这个中方的这个央行 就一直配合政府 你只要美国这边 把关税加起来 我这边就把人民币贬值 然后用来冲销你这个做法 这川普当然就很火 因为川普说 我们自己的这个央行 就从来不会做这个事情来帮助我 你看人家的央行 一直配合政府的这个决策 在做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说他说这个 第三段 对不起 第四段 这是川普来解读 为什么美国是赢的 而中国是输的 他说这个 in addition to devaluation 这个不断的贬值之外 把他们这个中方 还不断的大量把这个钱 这个是等于说 把这个就是等于说 放松赢根了 就把这个钱不断的打到 打入这个 他们自己的经济环境里头去 这样子的让 等于说大家在这个中国里头 借贷非常容易 这个货币非常货币量 一直换这个货币量 犯的非常宽 那么这样子呢 就pumping the money进去了 他说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一直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那么他一直这样子 他说维尔纳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跟中国又不是真正在一起 在公平竞争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方一直在用这个贬值人民币 来冲销我这个冲销我的这个关税 而我们自己的这个联准会呢 就拼命的就还在这边 想办法要跟我升息 不去降息 所以我跟中国目前来打仗呢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是吃亏的 但是呢 中方一直这样子做 表示我们这边一定 这个利用关税 一直在进账不少钱 所以这样中国这边 就很吃亏下去 所以这个是这个川普 我们再看左边那边 那边他最后 他最后一个解读 解读的方式就是说 他说We are winning big 他最后来说 他说因为这个样子呢 不管这样子 We are winning big 第一段的话 他说这是川普 这是川普在这个 在南韩这边的记者会上 所说的 我们要 winning the big because we have created economy that is second to now 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 是等于是这个 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们一直在赢 所以这个是川普 对于他自己赢的这个解读 那么这个信心 这个到底能维持多久 那当然就要看 美国自己经济本身的这个变化 跟美国自己经济的 实际的强韧性 那么到目前看起来 美国经济的确 还是这个市头 还是非常强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 当然是这个 比他大的 比他这个比较有利的地方了 那我们再回头就是说 这个再讲华为的事情 那么华为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川普放声 华为这个事情之后 马上在美国国内 引起了极大的这个反响 那么在美国两党里头 对对川普这个做法 采取这个非常批评的措施 其中一个是他自己党里头的共和党 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参议员 Mark Rubio 那这个人是本来要出来选举 选总统的 跟川普一起在2016年选总统的 所以他这个后来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他在这个对于中国来说 对于中国是属于鹰派 他对于这个古巴也是鹰派 他对于委内瑞拉也是鹰派 所以这个这位Rubio呢 很年轻 也是古巴后裔 他对外交事务是具有举足 举足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个分量 所以一旦一旦川普昨天说了 这个要对华为情况 他马上就马上就发文推特出来了 这个推特是什么呢 他说总统做这个事情 让我们大家都非常意外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假定说川普要用这个华为的事情 去跟这个这个Mark Rubio说 他说如果president has in fact bargain away the recent restriction on华为 如果这个最近这个总统啊 施加于华为的这些这些这些限制 那么这些限制 如果总统要把这个东西 去跟中国交换的话 bargain away跟中方交换的话 then we will have to get those restrictions put back in through in place through the legislation 他说如果是这样干的话 意思就是说如果川普要拿这个 跟中方讨价还价 结果让把这个华为放行的话 那么我们我们他们就指国会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把这个对川 对于这个华为的这些所有限制呢 重新把它套上去 用什么方式呢 透过立法的方式套过去 换言之就是说 如果总统决定要放声华为的话 那我们国会立刻会采行法律 我们会采取制定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重新再把华为摆到这个 摆到这个受限制的情况 就是再继续进华为 而且对不起 刚刚前面那个东西呢 他说而且我跟你保证 他说我们这个法案呢 会受到两党的支持 总统即使想要 最后一句话 他说 e will pass with large veto proof majority 就是总统即使想要把它 这个否决的话都否决不了 因为我们有绝对足够的多数 来推翻总统的否决 所以这个Mark Rubio讲的 就非常非常这个有信心 那这个信心是哪里呢 当然有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 这是Mark Rubio 他就是总统 这个如果总统 这个就是他骂这个川普 如果总统决定要是 这个要到开车 开倒车 对华为放行的话呢 那么他基本上会带来一个 是极弯极为极为严重的这个错误 那不但会把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川普的这个 这个川普这个政府的信用 完全这个扫荡无地 没有扫荡 扫荡扫荡自己的这个信念 而且同时呢 会对于这个国家 会对于任何地方 都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 那么除了他之外呢 还有另外这个参议院 这个另外一位这个领袖 是民主党领袖 这个Chuck Schumer他说了 他华为 is one of the few potent level we have to make China play fair trade 他说我们手上的牌没有多少 我们唯一有一张牌 就是打这个华为牌 只有我们打这个牌 这个少数几张牌 我们才能让这个中国啊 在这个贸易上 能够公平的竞争 如果川普总统是back off 如果总统在这方面退让的话 好像他现在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意思就是川普已经放行了 you will dramatically undercut our ability to change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 会绝对会很严重的 让我们想要把中国的这些 不公平的这些贸易的做法 要改正过来的话呢 绝对对我们来讲 对这个努力来讲是一大打击 所以这个是民主党的说法 所以民主党和共和党 两个在这个地方上 对华为的事情上 就有一个基本的 这个同样的控制了 所以他们一定会在这个地方 就是重新立法 如果川普决定要放声华为的话 那么国卫这方面呢 就要重新立法 再把华为限制 再把禁止华为进入 跟美国做生意 所以这一点事情呢 基本上是一个 是一个是川普 他必须摆在心里头的 他要知道他这样做 绝对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这个是另外这个 美国国会算账的一个报纸 叫做Hill 这个Hill说的 Rubio call for legislation to keep华为 restriction in place 这个他就是这个 这个Rubio 现在要求 要求立法 然后禁止这个华为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当然是川普 用行政命名来禁止华为 现在如果川普 你要撤出这个做法的话呢 那我们国会 采取我们国会的办法 来禁止华为 所以这个是川普 讲了这个对华为 放松的话之后 在国会所出来的一些反响 一些反应 所以这个点来讲 川普他自己要非常小心 他在这个事情上 他以为他赢了这个说法 但是事实上 国会最后给他 一个很大的难堪 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 有关于这个 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当然是一个 又意外 又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这个 我们主要当然来讲 就是川普最后 是见了金正恩 两个人第一次 在这个百门店见面 非君事区 然后见面 然后呢 然而走过去 川普呢 到了这个两日限的时候呢 他自己自导自演 就问说 你要不要请我过去 他连问了两次 你要不要请我过去 当然金正恩说 好 你就过来吧 所以川普呢 就在金正恩的这个 这个邀请之下呢 就跨过了这个 这个38度 这个非君事区的这个界 等于就正式的进入了 这个北韩的领土 那么这个是第一次 第一次美国总统 不管在任的也好 或者是卸任的也好 第一次做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看这段 这段短短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镜头 那么他到了这个县这边 双方下面是那个石灰 两个人握手 很高兴见到你 好 他就请他就过来了 那么 他们有算过 这个是前后走的十步 然后大概有走回来十步 这个历史的二十步 然后金正恩 川普再邀请他走回来 那么在这种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下面双方 还有继续一个会议 就是金正恩 跟这个 跟这个川普 还有一个会议 然后金正恩又跨过来 进入了这个南韩的这个区域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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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川普听不懂 我刚刚看了一下翻译 翻译是说 金正恩跟这个记者讲 他说金正恩基本上是说 你不要看川普走这一步 这个是非常具有历史性的 他做了很大的努力 然后呢 这个要化解 这种历史性的这种攻击 历史性的这种敌意 所以他这个基本上是 赞许川普做了这一动作 然后呢 这个 这也很有意思了 就是然后川普跟这个 金正恩坐下来 在这个南韩这一边的 这个叫做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 两个人进行的将近 快要一个钟头 五十多分钟的这个会谈 然后呢 这个南韩的总统 南韩总统文在寅 就在另外一个旁边的屋子里头 等他们两个人 所以南韩并 南韩这个文在寅 并没有参与这个金正恩 跟川普的这个会面 但出来之后呢 三个人又走出来站在一起 那么三个人站在一起的这张照片 也是非常非常历史性的 就是从来没有一位 两韩的总 两韩的领导人在一起 同时呢 还有这个 这个美国的总统站这边 所以这个都是历史性的镜头 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 那么以后不可能再重复这个事情 因为这种机缘这种方式都要看你当时领导人的这个想法跟做法跟决心 还有当时其他的配合 那么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 这个川普要去这个板门店 他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他访问这个韩国的时候呢 就已经表达他要去这个飞机之区 看的这个意愿 搭飞机搭直升机过去 2017年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这个朝鲜啊 这个朝鲜跟美国之间还是骂来骂去的时候 川普也骂这个是火箭人 骂他是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双方的关系 在至少在口语上是非常恶劣的 那么川普要去也是一件非常危险性 很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结果那一次 结果因为天气的关系没有去 这让川普一直耿耿于怀 他想去没去成 那么这一次又有这个机会 因为刚好到这个开完G20 又到这个朝鲜去 又到南海去访问 那么他就 他就据说就发了一个推特 给这个金正恩 那么他说金正恩是有跟 是他的推特的这个订阅者之一 表示这个金正恩介绍这个东西了 那么川普 美国的媒体报道是说 川普在之前就已经 囊囊绕绕说他要去见金正恩 所以大家以为说 这个只是川普说说而已 并不知道川普真正会这么做 结果到了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川普就突然就发了个推文说 我想看看金正恩 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机会见我 结果金正恩居然回应了 回应了说我会见你 所以据说这个双方的这个幕僚 然后跟这个维安人员 就几乎忙了一天一夜 把这个事情搞定搞成 然后才过去 那么据这个金正恩 我们后来看到这个金正恩在那边说话来讲 他说我不知道 他给我了 他也是很突然给我这个东西 我也接到这个东西 那我想也好 那我就来过来见面 所以他就见面 双方就有这样子的这个 等于说是可以说是第三次的传经会 第一次是在新加坡 第二次是在河内 两次第一次是开创性的 第二次是破裂的 这一次是这一次 如果这一次如果算为第三次的话 那么就是决定了 双方会继续展开展开这个对话 所以这个就韩国的报纸来讲 百门店的这个金特会 事实上为第三轮 这个朝美这个首脑会议 这是韩国自己 韩国人自己方面的解读的 那么希望第四次 第四次可能就是今年年底 因为在这一次 在第三次这一次的会议上 这个川普跟这个金正恩 都已经表明了 现在开始各自成立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谈判代表团 美方是由蓬佩奥主持 那至于这个朝鲜方面到底是谁 还不知道 因为上一次因为这个河内谈判的破裂 这个传出来的消息是 这个金正恩把这些 他自己手下的对美谈判的几个代表 都处决掉了 因为因为这个因为 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事情办好 所以这个北韩这边 朝鲜这边到底是谁出面 现在还不知道 那美国的媒体很快就把他这个说出来 这个TV 这个Trump It's made for TV moment 就是说明川普是一个 是个电视人 就是一个表演家 就是爱出名的一个人 他就是等于说是自导自演 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 而事实上等于说 这个川普这样的见面 在这个军事区 跨过这个百门店的 这个非军事界线 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大新闻 所以这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媒体 跟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 这等于说达到川普这个曝光度 最大最大的这个要求 有他的虚荣心 也有他实质想要解决这个事情的 这个解决这个事情 跟推进双方谈判僵局的这种做法跟决心 所以整体来讲 你不能不佩服说川普 他自己去掌握跟这个金正恩之间的关系 他掌握这个事情的这个这个进度 跟这个整个气氛也掌握了整个美国韩国 跟这个朝鲜之间 双方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的这种点 因为在这个事情上 这个朝鲜呢 朝鲜当然想要跟这个 得到外界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援助 而能够对于经济的这个制裁 都能够解除 所以他有他的这个需求跟动力 想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川普当然更不必说了 这是他的选举的这个重大的这个 重大的这个成果之一 所以你可以想象 刚刚我们看到这几个画面 会让这个川普在他的这个竞选文宣里头 这个连任文宣里头 在今年下半年 或是明年上半年 你都会看到这是川普拿出来 自吹自擂的一个成果之一 这一定是这个作为 这个电视宣传的最好的这个脚本 那么对这个对文在寅来讲 他当然也很希望跟朝鲜 能够继续对话 达成这个双方互相统一的 这个进程的推动 你不要忘记文在寅 文在寅他的父母是朝鲜人 是从朝鲜过来的 所以他对于对朝鲜这方面 是有一份很深的感情的 那么在这个推动过程当中 中方当然也扮演了角色了 所以现在大家在认为说 习近平在前一阵子 去了这个朝鲜这边 是不是帮了这个竞争的一个忙 也帮了川普这个忙 所以川普才会在这个华为上面 事情上有一个有个松动 这个松动呢 基本上是给大家还有一个喘息的期间 大家开始可以让股票可以不要那么垮 垮那么快 然后这个华为有一些时间 可以给华为自己本身有一些时间 能够喘息 能够延长这个延长他自己这个死亡的时间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头应该是有一个交易达成了 这个交易就是金正恩跟习近平谈好了 愿意有这样子这样子一次比较好的一个一个一个结果 川普也得到他的面子得到他的所需要 那么股市也没有崩盘 然后美中的事情今天谈明天谈都一样 往后再推一点 所以这里头可能这个习近平扮演一个角色 送了川普一个礼 川普也回他华为一个礼 所以这个是最可能的一个解释 才有在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这个局面 好我们今天大概先各位分享到这边 下次我们再见面 谢谢你收看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电视频道名